所谓自信就是众生本居的空性 也就是每个人本有的佛性 《心经》中说 观自在菩萨行生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所言行生者就是般若行生 般若即智慧 智慧行不但要生 还要究竟圆满 才能到彼岸 到彼岸及因缘国满 照见五蕴皆空 行生般若的时候 就能够照见 受想行事五蕴皆空 众生就是五蕴合合而生 五蕴又称为五阴 又称为五众 所以五众合合而生 为之众生 然后呢 你照见了五蕴皆空啊 你已经消贵自信之后 自然能够度一切苦 不过我可以告诉我们十方法界的 善良们 我个人只能够就这个文字里面的内容去叙述 我的体验上不足 所以没有办法很透彻的 包括跟大家说一些自己的心的 不过我觉得 从观入手 观四阴也好 四间的阴神也好 或者是观 内在自在也好 这两个会让我们呢 知道入流亡所 反文 文字性 一步一步走 可以到达 这一拍的境界 一般人用耳朵 耳根倾听 因此总是听着外面的声音 反文字性 却是完全放下耳根 向内听闻自信的声音 由于自信无形无体 所以也无声可闻 反文 即使彻底放下耳根 放下一切有形 无形 可以让我们依靠 参与 捉摸 把持 定名为 我的东西 十方新闻记者 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